这感觉跟打球还有点像 你在里面找到了打台球的感觉 对 你是虎口 虎口会更轻松一点 小婷是这样插的 手一降 这样 再给我布置一下打哪 你就打左边球这个位置 看嘛 打左边球的内侧 打到那颗球的右边的三分之一 哪个球了 描左边这颗黄球的右边一点点 你就打这条线 我已经得到了小婷老师的真传 我跟你说 王啊 你又给我讲战术了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冲动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关键 你打着就行 我现在是这么小的 好不好 就是咱们谁打到了谁就厉害了 但是态度决定高度 你一定要奔着那个世界冠军的目的 说了这么多 咱就开始咱们今天的体验吧 咱俩把队分了 好的 来吧 用最国际化的方法 特定格吧 嗯 请 来 事实上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干了这杯暖牛奶 就稳了 来 三二一 特定格 哎 这个不用想了 这我必须的 C C Ding C 你每次都这个吗 不是 那你每次都这个吗 行 那你挑 那我就 小婷 这是我基于什么 他们都说台球好 这叫手感 C Ding 你真不变吗 你真不变啊 不是张老师你这一把不赢啊 就是啊 哭哭哭 让我们欢迎专业的致兵老师 刘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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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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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兵力帮的助理致兵师 也是这块场地的致兵师 冰湖专业里面打点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它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环节 冰湖打点是制兵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制兵师打点是为了减少冰湖与冰面的摩擦 水落在冰面上凝结成小冰粒 缩小冰湖的湖底与冰面接触面积 使冰湖速度加快 冰湖打点时 制兵师会背负打点湖 沿着场地中线快速后退 手臂通过左右节奏摆动将水洒在冰面上 在打点的过程中 制兵师也会被自己所洒出的水淋湿 往往打点工作结束 身上也已经湿透了 冰湖赛道长约45米 制兵师每次打点工作用时45秒 误差不能超过一秒 你是做这个做了多久刘环 我是专门学习这个的 从大学时就学这个 大学大学 有这个专业啊 对对对 冰湖打点专业 不是 就是冰湖专业 中国的冰湖 发展的起步的可能比较晚一些 但是我们也是从无到有的 一步一步的到了今天 所以其实我也很想去了解了解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刚起水冰湖就没有一块正经的冰湖场地 很困难 都利用大道场地 我们再上那画一个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在哪儿啊 走来走去老走一个的时候一勾 永远那勾它停不平 冻上冰以后 那胡往那扔 谁扔进这勾里谁赢 把这地儿给占上了 我们一开始没有鞋也没有板 就塑料袋套在脚上 练几次以后 然后就是有那种板 不是这样的鞋 就是光是板 当然没有这个板好 很薄的那样塑料那个板 然后我们就踩在那个上面 然后就滑 我们是自己贴尼绒板 冰你要不行 鞋要不行 那只有靠自己实际努力去训练 真的还不错了 现在咱们用的东西越来越好了 北京现在已经有了很专业的冰湖场地和设备 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冰湖运动中来 特别也感谢那个老一代的冰湖人 就是因为有他们开始关注这个项目 并且一直这么坚持下来 我们才会有世界第一这样的成绩 全世界顶级的致兵师都说 我们冬奥会的场地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场地 最棒的场地 其实也是我们对冰雪项目 对冬奥项目 中国所摆出来的一个尊重的态度 对 我们自己家门口 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 作为一个体育人真的非常自豪 正在这个年代非常有幸 我现在往前 然后提臀 我现在往前 然后动 王萌这可以 这个打得很好啊 你说他谁帮我擦一擦 这个打得很好啊 这个打得很好啊 这个打得很好 赶紧 这个打得很好啊 不行 这是什么 还有什么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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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我的理论就是结合了我的实践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体验 我只有一个需求 就请把我这一段 当成我人生跨向的风神之战 帮我无数次的传播回放 我就够了 现在请大家来体验一下 开始吧 开始吧 准备好 3 2 1 开始 非常好 节奏可以快一点 他点幅度可以 可以吧 可以可以 他稳的 他不这么跌 因为我们需要手脚配合 手脚走的速度和手的速度 如果能配合起来的话 可以做得更匀称 而且跟头是平的 如果你往下甩的话 它是甩出来的 全部的水都在你面前 可以可以 3 2 1 收 好 非常好 可以 可以 3 3 2 1 开始 传起来 老师 我的速度可以吗 非常好 手脚配合 我觉得两个各有不同 你那个真相是在冰上跳舞 而且跳我看的 蛍 他会跳过 它是真的 踩水 不要 不要 蛍 它öt不是 蛍 蛍 蛼 蛠 蛍 蛛 蛛